继续关注今天的国际机构看量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 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机构认为 中国继续释放对外开放的信号 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新动能 国际机构专家在采访中表示 当前全球贸易正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叠加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负面因素影响 在此背景下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继续释放对外开放的信号 被视作是重大利好 相信中国通过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 能够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新动能 反过来也为外资提供更多机遇 我想金融业的开放 也是今年两会上数次提及的一个亮点 那么包括了 我们看到一些外商独资的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公务基金的审批 在最近一段时间加速了 中国重点提出了要继续加大 对外开放的力度 特别是利用好加入了区域的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这么一个机会 把自贸区的这些贸易清单 把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些做到实处 这也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销成上的这种背景之下 中国为继续推进全球化做出了一个表率 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吸收外资数额再创历史新高 首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 达1.15万亿元 近十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中国资本市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 截至去年10月底 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约4.97%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有外资机构表示 随着更多改革举措的推出 A股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我们看到这个注册制改革给资本市场 带来了这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那么应该说这个全面的注册制改革 那么应该是对于A股市场 它的这个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那么是一个里程碑